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凱撒路克爾萊斯的史蘭解說 那如果觀眾朋友們不知道的話呢 克爾萊斯從以前 確實是一個走凱撒路的很常見的英雄 只是在後來呢 許多強勢角色出來 尤其是馬洛斯之後呢 克爾萊斯才漸漸的消失 可是呢 克爾萊斯從凱撒路消失不代表他絕種了 他只是從凱撒路移動到輔助的路線 並且呢 當時很流行使用克爾萊斯帶制裁去反野 總的來說呢 克爾萊斯還是一隻非常厲害的輔助 他可以保牌或者切敵方後排 是一隻 團控很強的坦克 這裡我們跟敵方祖卡對線 一開始呢 換水是絕對不會怕他的 主要是因為我們有帶斬炸 他帶的是制裁 那大家注意到呢 他在冒煙的被動已經消失了 祖卡的被動是每20秒可以觸發一次被動 增加他的物理攻擊 在他沒有冒煙的時候 我們換水呢 是非常賺的 這裡祖卡有制裁的關係呢 他應該要吃這個鳥喔 我們他就會干擾他 先給他使用技能 他把技能用在野怪身上呢 就把他換水一定換不贏我們喔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稍微的賺一些 再使用一技能 這裡我們盡量躲祖卡的一技能 等待我們的一技能好了之後呢 配個斬殺就可以把他守殺喔 就這個斬殺加個一技能 成功把敵方祖卡擊殺 這一波打得非常驚險喔 主要是我知道他帶的是制裁 而我們放帶的是斬殺 因此我們才會跟他應換水喔 如果算放帶的都是制裁的話呢 我們就不要往前去應換 我們可以等到我們一技能冷卻好的時候呢 再去殺到敵方祖卡 主要是我們一技能的範圍非常大喔 並且他可以邊使用邊移動 因此呢我們換水是有一定的優勢 要注意一點呢 就是我們可以往前去普攻小兵 如果祖卡靠前的話呢 我們確定一技能可以命中的時候再使用 的同時馬上拉開 這樣子等我們一技能差不多好的時候呢 再往前 持續循環這個動作呢 就可以一直換贏敵方祖卡 等敵方祖卡血量太少的時候呢 他就不敢上來 到了4等之後呢 沒有大招我們單挑是一定會贏他的喔 那就像這樣不停的消耗他 如果我們成功買出炎魔戰甲之後呢 祖卡是打我們完全不痛的喔 這裡祖卡已經不太敢出來跟我們換血喔 只是一直被我們攻擊被我們騷擾 那這裡我們隊友有點遠喔 在這個版本的凱撒路呢有點邊緣 我們是沒辦法去支援的 希望未來的版本呢 凱撒路那個召喚師技能 我們可以多去一個叫傳送的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傳送過去 不用那麼的邊緣 後來射撐到呢 暴擊起來是非常帥氣的喔 這裡我們持續的去兵線 敵方祖卡呢 應該是往中路去支援 那看到他們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試試看去消耗這個防禦塔的血量 能打幾下就是幾下喔 就在使用一個一技能殺了他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們一技能呢 是非常痛的喔 那這裡找到一個空檔喔 我們直接去攔截敵方的愛麗絲 一個大招 一技能斬殺 成功擊殺敵方的愛麗絲 這裡我們找到一個菫 那讓他成功逃脫 我們應該要往古龍的方向去堵他的喔 可是沒關係我們趕緊回去清我們的兵線 王凱撒路知道呢 除了支援之餘一定要守住我們的兵線喔 目前我們的防禦塔的血量還是滿的 這時候我們買出炎魔戰甲 克萊斯買出炎魔戰甲呢 是非常的霸道喔 跟敵方物理金戰角色換水 我們是怎麼換怎麼贏 敵方要讓我們痛的感覺呢 至少要買出兩件誤穿裝備 這裡我們打算趁這波兵線呢 直接吹掉這個防禦塔 這防禦塔從一開始我們就已經消耗了他一定的血量喔 這裡我們成功摧毀敵方下入防禦塔 摧毀防禦塔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獲得這個下半部野區的掌控權 有比較多觀眾朋友們呢 會很重視魔龍 可是會比較忽略他們的防禦塔 以我個人的觀點覺得呢 防禦塔絕對是比魔龍更重要的 這裡小蟲跳墜是祖卡喔 由於他一技能有空灰的 因此呢 他的傷害沒有全部打在我身上喔 大家可以注意到呢 祖卡跟我們互歐的話 一人揍一下 他是越來越揍不贏 這裡我們持續的殺了他 那這時候 由於藍buff已經超出範圍了 因此他會回去 並且祖卡有制裁呢 因此我不打算幫他免費打喔 自己祖卡回來 我們看可以把他擊殺 如果我們使用大招呢 是有機會把他擊殺的喔 如果我們使用大招呢 只不過也有一定的風險 那自己找到敵方的錦 由於錦呢 打野的話通常會買 獸狠劍喔 因此呢 他對我們的傷害不會很高 我們嘗試把敵方的錦擊殺 這時候敵方艾莉絲來了一個暈眩跟護盾 一個非常漂亮的救援喔 這也是為什麼在排位賽呢 大家都會ban艾莉絲的原因 因為以輔助來說呢 他實在太強了喔 那這裡我們來攔截一些下落的兵線 把這兵線推掉呢 敵方祖卡就被迫要守這個防韻桃 我們趕緊去支援中路 這裡我們看有沒有機會可以 斬殺收掉敵方的錦 然後這邊我們等待一個機會 跳過去斬殺 不要可惜的是我們的一技能空了 有一顆萊絲呢 在跳躍的途中是沒有辦法使用一技能的喔 這裡我們來輕輕下落兵線 大家可以注意到呢 錦打我們是不太痛的喔 由於他會先買送橫劍跟暴擊 因此呢他前期的物理穿透不會很高 所以團戰的時候呢我們只要定制錦呢 就可以大幅的降低他的輸出 錦跟祖卡呢都是比較怕克萊斯的 這裡也因為我們的血量很少喔 因此祖卡比較大膽起來 那我注意到中路在交戰喔 我們趕緊過去支援 這時候我們是有大招的 我們先給隊友一個護盾 再使用大招切開敵方的愛麗絲 我們這個切開呢是差很多的喔 如果剛剛讓愛麗絲上場呢 我們會直接團滅喔 他只要用一個護盾加速 或者暈眩我們的後排呢 敵方就可以輕鬆的打贏 那這一波呢是一個一換四喔 有點賺 我們也把擊殺樹呢 拉開到六個人頭 我們這時候持續的推下落兵線 不要讓敵方有喘息的機會喔 這樣子呢由於下落兵線太退了 等等他們復活的時候呢 就要往下路靠 這樣子魔龍就會有一個空檔喔 讓我們的隊友比較沒壓力的吃 進而轉換成團隊的經濟優勢喔 由此可見呢 凱撒路雖然有時候變圓 但是我們也可以近我們很可能的 做一些小細節來輔助隊友 這裡我們趕緊會支援我們的普雷塔 這裡龍馬一個漂亮的支援 感覺他蠻厲害的喔 不會像我一樣跟槍斃 呃 我們來推特地送路防禦塔 先看看旁邊有沒有敵人買服喔 確定沒人之後呢 我們在我們的補兵特地塔 把這防禦塔槍點到 這時候也有愛麗絲跟熊貓 由於他們兩個對我的威脅都不是很大喔 因此呢我們是比較不怕他們 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的大招冷卻還沒好喔 呃應該是說怒氣還沒擊滿 如果剛剛有大招的話呢 我們是可以直接雙殺的喔 只要同時暈到敵方兩個英雄 再跳上去 斬殺 這裡我們帶一帶下路兵線 那大家覺得呢 這個藍buff會不會浪給布雷塔 那由於這次團隊遊戲呢 建議觀眾朋友們還是要以團隊為主喔 隊友比較需要的話就給他 這裡我們直接一個大招 然後衝上高地 卡在敵方的中間呢 為我放的後排製造一個輸出空間 那這裡我們推到下路防禦塔 還是一個靈幻閃喔 因此敵方這個主堡呢應該是守不住喔 這裡我們要干擾敵方的克里希跟祖卡喔 把克里希打回來 最後敵方祖卡也死了 我們成功團滅敵方 並且卻以這個主堡贏得這場遊戲 總的來說呢 克萊斯的技能組是可以走凱撒路的喔 當然他不像祖卡艾翠斯或者龍馬那麼強勢 可是他的定位呢 卻是一個非常高機動靈活的坦克 控制型的坦克 那影片呢今天差不多結束喔 喜歡我的影片呢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 並且點個喜歡 任何問題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是尚恩我們下次見 掰掰